第一時間 官時事解局勢 大家好 我是美玲 很高興和大家見面 今天要講的第一個話題 是朝鮮至2020年 全球開始爆發新冠疫情之後 就實施嚴格的邊境封鎖 即使是該年8月因為暴雨 颱風導致境內出現的洪災 但其最高領導人金正恩 仍然於會議上強調 借著所有從外國湧入的救援物資 似乎想展現出一種自力更新的態度 不過從今年6月起 朝鮮卻透過駐外使館和民間的人道機構 諮詢對朝鮮民眾提供糧食援助的可能性 據美國之音報導指出 印度國際商會所長新隔 在8月31日透露 最近接獲了來自於朝鮮駐印度使館的聯絡 其詢問印度是否有可能向朝鮮居民來援助買糧 印度國際商會更在官方網站貼出了一張照片 雖然沒有明確地標示出拍攝的時間 不過在照片裡 它出現了兩名疑似來自於朝鮮的男性 官網內文直接寫著 來自朝鮮的商務專員和其他官員 為了來討論針對朝鮮居民 來提供人道主義供物援助之可能 此外 加拿大專門向朝鮮提供人道救援的組織 FIRST STEPS HEALTH SOCIETY 也披露 6月份曾經接獲了來自朝鮮的諮詢 信問是否可以援助朝鮮小貿或是斗類 其實 金正恩曾經在2020年8月 於勞動黨政治局會議上明確地指示 為了能夠有效地防止新冠疫情 透過了境外救援物資流入境內 所以必須嚴格阻斷借著所有的外援物資 如今未夠3年 朝鮮卻一改先前的強硬態度 轉移透過駐外事館或人道機構來尋求協助 根據韓聯社分析表示 這恐怕是顯示出朝鮮的糧食危機 已經到達了無法承受的臨界點 於是對外標榜駐外民精神的金正恩 為了要安撫國內民心 而優先要解決居民吃食的問題 所以先一改先前的態度 就在去年6月 金正恩也曾經在勞動黨全代會上透露 因為受到2020年颱風洪災的影響 至使糧食生產計劃未能達到標準 使得人民的糧食短缺問題越來越緊張 韓國國家情報院也在去年10月 於一場非對外公開的國政監察上指出 金正恩可謂如理薄冰 更何況朝鮮於今年5月公開對外坦承了 國內爆發新冠的疫情 此時正值插揚季節 但由於實施封城措施導致了農間人員罪減 又加上6月朝鮮的重要谷倉黃海南道 爆發了水因性傳染疾病 事得農間人力更缺乏 每日朝鮮實施了一項關於朝鮮米價動向的調查 結果顯示朝鮮米價8月21日 竟然已經飆漲到每公斤6,100元的朝鮮幣 價格交去年翻漲達到36% 該媒體援引消息人士的話報道 已經有越來越多家庭的儲備糧食日漸見底 對此 朝鮮官媒勞動新聞6月19日 項登一篇以食用野生植物與其利用為提的新聞 詳細介紹了食用山菜與果實種類 驚呆了不少民眾 當地人痛批 連現實都不知道 就說是官媒提到的山菜都不是當季的植物 根本是吃不到 再加上早已糧食不足有一段時期 山菜與果實早已被摘完 現在上山去摘 都未必一定找到 朝鮮饑荒比想像中還要嚴重 據英媒BBC報導 每日朝鮮總編輯李襄勇表示 朝鮮有越來越多孤兒流落街頭 甚至還有很多人互活祖餓死 基層人民則遭遇更多苦難 因為糧食短缺比預期還要嚴重 報導中有提及 朝鮮長年面臨糧食短缺的問題 由於疫情的影響 導致狀況更加慘重 甚至連金正恩都拿1994年苦難的行軍 數十萬人餓死的饑荒災難 來形容現今所遇到的困境 2021年11月9日 聯合國糧農組織發布報告表示 朝鮮在2018年到2020年期間 有多達42.4%的人口 營養不良 遠高於全球平均的8.9% 好 剛才美玲說的 是我們今天的第一個話題 接下來要說的 是國軍陸軍金門防衛指揮部 8月30日表示 對於盤船的無人機首度開槍驅離 接著9月1日表示 直接擊落一架無人機 據中央社1日報道 近期中共頻繁以民用無人機 近距離侵擾台灣的金門、馬祖等防區 金防部8月30日至31日 連接兩日以實彈驅離了4架次無人機 9月1日更表示 當52.3分 發現一架不明文用空拍機 進入施雨禁限制水壁上空 駐守部隊依照程序應處 市警距離無效之後 即行防衛射擊 予以擊落 金防部將持續徵守警戒 嚴密監控 維護防區的安全 另外 國軍也加強自身無人機的實力 國防部最新公佈的採購缺標公告指出 空軍司令部位請著美軍事代表團 與美國在台協會簽署高空無人機系統 正式採購合約 其中包括4架MQ-9B海上衛視無人機 評論員唐靖遠在軟建快評上表示 國軍之所以開槍 是因為蔡英文拍了板 所以 中共這個戰術實際上是測試蔡的反應 要看看它是不是真的像嘴上所說的那麼強硬 如果蔡只是嘴上抗議 不敢採取斷言的措施 那麼一點都不用懷疑 下一步一定會有更多民用無人機 成群結隊地侵入 那也就是說 這種測試不僅是政治層面 亦有軍事層面的意義 唐靖遠認為 對台灣而言 未來數年之內 可能要常態化地面對類似這樣的騷擾和測試 而且可能強度會越來越大 守法也會越來越多樣 評論員戴宇在新聞拍案經期上表示 有間法國媒體情報在線爆料 中共拒絕俄羅斯協助公台 因為想打快戰 速戰速決 習近平認為不需要愛援 報導還說 習也是擔心俄羅斯幫中共打台灣 中共是不是要反過來幫助俄羅斯深入烏克蘭戰場啊 但是中共不想幫啊 所以乾脆不要互相幫助 大宇認為 習拒絕得好 鄭北葵是小學博士 運籌於維押之中 他嚇壞千里之外 此外 據中央社一號的報導 鑑於保家衛國人人有責 台灣前聯電董事長曹興城舉行國際記者會 他放棄了新加坡籍 回歸中華民國國籍 並表示 從此以後將和所有勇敢的台灣同胞 站在一起 對抗中共的侵略 保衛國土 讓台灣永遠和美國一樣 成為自由之地和勇者之鄉 他指出 中共從未統治過台灣 卻動接化為互主權 根本是專制的老殘 為了從民間開始推動抗共保台 曹興城將投入10億元新台幣 啟動黑熊勇士 和保鄉神社的兩項計劃 在心理和技術上協助台灣年輕人 粉碎中共從內部癱瘓台灣的圖謀 第一個計劃 他會資助6億元 目標是要在3年內訓練出300萬名 積極協助區域防衛的民間勇士 稱為黑熊勇士 可以與國軍的戰士配合 組成無漏洞的全民防衛 第二個計劃 他將會提供4億元 目標是要訓練出30萬名 以上的民間神社首 稱為保鄉神社 該計劃需要協調軍方、警方 和各個院市政府、民間組織離合力推動 曹興城提到 中共時刻都想佔領台灣 現在沒有這樣做 是因為沒有實力 如果台灣無人機、半導體等科技實力 能夠善加整合、均民加強合作 加上美國關鍵技術支援 台灣未來絕對具有單獨擊潰共軍來犯的實力 曹興城提醒 中共未來會支援地皮流民、到處滋事 說暗作台灣一些名嘴、政客 散播失敗主義、投降主義 以各種方式破壞台灣人團結、少約鬥志 最後美齡做過總結 美齡在節目中說到金正恩低頭求援的消息 朝鮮似乎已到無法承受的臨界點 另外美齡還提及中共無人機多日來挑釁 結果玩過頭遭到國軍強勢擊落的新聞 並認為中共已經捅破兩岸和平假仗的遮收報 如果習近平成功連任 那麼台海的衝突將會越來越多 國軍只能加強備戰 雖正主義絕對得不到真正的尊嚴和安寧 好,今天就講到這裏 恳請各位訂閱、分享和點讚 你的支持就是我做好節目的最大動力 也歡迎你在下方留言發表高見 第一時間視頻在先 我們下次再見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